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就感觉到说 其实本来我相信我们的佛光亲属 那个要见面前一定是很忐忑 但是一进主庭大爵士的山门 我相信 他们一路走进来 一路 那个就好像环境 整个的环境在说话 述说着来到这里你安心 请你相信 放心在这里 我觉得他们一路进来 应该是一路就是把那个心放下来 那再加上 比如说我们去这个藏经楼参访 然后满记法师亲自为我们导览 满记法师当然是这个边藏处的主任 那我们的边藏处就分两部分 一部分在总本山 一部分在主庭 那主庭的部分就是满记法师 他是我以前在佛学院的老同事 他讲的为事学 真的是我觉得最为推荐 我只能这样讲 那然后我也介绍 他是孔子的第七十五代孙 这是在主谱上有记载的 他们双胞胎两姐妹都是博士比丘尼 这个不晓得跟这个家族的传承有没有关系 总之是很有学问的 那么这样说着说着 好像我们的佛门亲家就觉得说 其实真是都是人才 那都选择奉献佛门这一条路 其实奉献佛门就是选择了 服务大众的一条路 那就一路他们的接触里头 我觉得越是接触越是了解 就越是放心 慢慢他们讲就开心 慢慢的到最后他们说 有一点羡慕了 这个也是让我觉得说不需此行 那这个中间在满季法师在介绍的时候 整个藏金楼最后一个环节 就有一些 比如说在南京的金陵科金处 谈到这里 我突然就闪过 对哦 就在南京 这样 他就说 如果你们要 就是说你们都 就我们十月份大会之后 就要到大陆 就我们的会前是整个台湾主要的地方参访 会后呢 就去到大陆 有主庭 到达主庭前 参加水陆法会前几天 也是我们在大陆的几个 这个地方在参访 都是以佛光山为主 那么所以满季法师就说 要不要你们也去金陵科金处去参观呢 我说那是可以的吗 他说 有预约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要排 他就来联络 果然呢 联络后 他就回复 说 那一天是星期六 本来是没有上班的 但知道是我们是佛光山佛光会 他马上就说 会安排有一位同仁是全程到来 然后每一个部门 从刻板 这雕板 然后到印刷的部门 然后到装店的部门 就几个部门 每一个部门都会有一两位 他们的同事 帮我们做专门的讲解 就让我们放心 非常欢迎我们去 我就很谢谢满季法师 谢谢他帮我们联系安排 他说不是 你要谢谢师父 我一下子就觉得 他说都是师父节的好员 大家一讲到 跟师父相关的 那种 那种由衷的就是想 我怎么可以 可以 也为大师做一点事 好像大家都很欢喜 这样子了 所以今天 我其实是回到我们沃泰华 在继续录我们的早安佛光 那讲到这个话说师父这个单元 想到一路上 你说师父不在吗 师父留给我们 避应我们的姻缘 那可真是 怎么讲 你走到哪里 都可以感受得到的 所以包含 莫言老师 我也觉得 像师父也给他们一种 怎么讲 认识他们 然后跟他们结缘 那他们也 也就这样认识的佛教 接受佛教 所以 今天的话说师父 就请大家 听听看 莫言老师 他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那么 他们彼此都是大善之士 他们的这个认识 到莫言老师答应 就是 师父邀请他 当佛陀纪念馆的助馆作家 这些种种 我都觉得 真的是 他们对师父 这位智者 他们都是非常的 钦佩 佩服的 好了 那就 我们就进入到 这一段 接下来的视频 是 莫言老师 缅怀大师的 一段话 我们一起来聆听 祝福大家 奥弥陀佛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莫言 刚才我听到了 局配法师 发给我的微信 希望我能 就幸运大师的原地 说几句话 那么作为一个 俗世的人 听到这个大师 元祭 心里感觉到 很悲凉 但是如果 站在佛教的角度上 那么大师元祭 进入到另外一种状态 又何尝不是一件姓氏 他这个辛辛苦苦的 在人间 为我们服务 已经几十年了 现在让他休息了 我想这也是一件信徒们的姓氏 我跟这个 熊玉大师的结缘 实际上是很早的 1990年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 做访问学者的时候 曾经去听过他的一次演讲 当时大师也是正当圣灵 气流宣朗 胜若红中 然后谈笑风生 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然在这个时候 我也有一些想法 就是说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和尚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 用通俗异整的话 来启迪我们的和尚 所以我觉得他 如去说他是一个大和尚 不如说他是一个大知识分子 是一个大学者 是一个懂政治的一个大学者 那么2012年 我获得诺贝尔奖之后 熊玉大师就一直 突然跟我联系 希望我能到台湾去 到佛光山去 看一看 聊一聊 后来我们在北京见面 谈妥了去台湾 佛光山坦白的事情 2014年 我又去了 那么早就听说过佛光山 但是第一次踏上佛光山 这样的这种圣地 心里还是非常的感慨 没想到佛光山 如此的有气派 没想到佛光山 有如此浓厚的 宗教的文化的艺术的氛围 我如果下踏在 紫州饭店 紫州村吧 也是佛光山招待 来王宾客地的地上 那么就是跟 紫州村的这帮这些比丘尼们 大法师们 也有去接触谈话 是吧 那么最重要的活动 当然是我在大礼堂 跟这个星零大师的一个对谈 我们对谈了这个文学 艺术 宗教 他们之间的互相的关系 我在这个演讲当中 也提到了这个 头天晚上在这个紫州村 那个凉庭里边看到的 一场富有启迪的 一场这个松骨之间的这么一个故事 就是在这个亭子的上边 一只小虫 绿色的小虫 正在休息 然后有两只壁虎 慢慢地向他逼近 那么一场不大不小的杀戮 是吧 马上就要发生 那么这时候这些法师们 一起都念 讽念佛号 是吧 并就希望这个 壁虎 停止他们 对这个小虫发这个动机 后来奇迹确实发生了 这两只壁虎 好像 停止了这个 往前的慢慢地爬行 好像沉测了一下 然后掉头就各自踏走了 大家就一气鼓打 一起做善哉善哉 第二天在演讲当中 我当场就问这个星云大师 我说昨天晚上发生这件事情 但是同时也让我产生一些想法 我说壁虎 毕竟是要吃东西的 他既然能够 当然他在我们的这种 善恋之下 好像受了感染 他反之放弃了 这一场杀戮 但是如果他 接下来要松存的话 那么他必然还是要吃别的东西 那么这不就产生一个矛盾吗 是吧 小虫的生命是生命 壁虎的生命也是生命 那壁虎只有吃别的生命 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命 壁虎吃了别的生命 是不符合佛教的原则的 但是吧 壁虎饿死也不符合佛教的原则 那么这样一种矛盾 那么这样一种矛盾 这样一种悖论如何解决 以及用佛教来解释 我们世界上的现象的这样一种顶级的智慧 我想佛教进入中国也数千年了 每一个老百姓实际上都受到了佛教的影响 我们很多挂在嘴边的俗语 口头禅实际上都是从佛教那边转过来的 但是真正的能够透彻的理解佛教的人 肯定是少之又少的 佛本身就是觉悟的意思 真正的觉悟这并没有多少人 大部分跟我一样 对佛教对宗教充满了敬仰 但是始终就在宗教的佛教的大门外面徘徊 我们建了庙就搁头 建了佛就烧香 但是我们对神灵 对佛教到底有多少理解呢 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种深奥的宗教 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建立联系呢 我想这是可能千千万万的这种老百姓 都会遇到的问题 我觉得熊云大师他的伟大贡献就在于 他把佛教变成了人间的佛教 他让佛教变得通突一等 他降低了这种佛教的门槛 很多人都感觉到 我修佛 学佛并不一定非要去读深奥的经典 那么就是说我存好心 做好事 说好话 那我就自然的就进入了佛教的大门 我觉得我的所有的行为自然的就会符合了宗教的教义 所以这个熊云大师用通俗易懂的这样的方式 让佛教变成了人间佛教 那么不仅仅在台湾 也在大陆 也在世界各地 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让佛教真正的深入了这个大家的心灵 并发挥了就家的作用 给世界的和平 代表了福音 给人间的苦难 代表了救助 给每个人的心里面 注入了侵权 激活了大家的善意 激活了大家一善待人的这样一种本性 我觉得他的贡献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述的 那么熊云大师 我觉得他也是一个伟大的智者 他在文学艺术方面都有很深的道义 他乐上好事就不要说了 是吧 而且他能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 在某些历史关头 做出自己的判断 这我想就是一个有智慧的宗教家的 这种伟大的情怀 和这种高尚的情讨 后来我在北京又见过 两次幸运法事 但是因为时间所限 也没有太多的交谈 但是我感觉到我的心 跟大师这些相通的 我对大师的很多的言论和行为 是深深地理解的 并愿意防笑 那么现在我们这样一位 伟大的人物 去世 这是用这个俗世的观点 那我觉得我们失去了一个长者 失去了一个老师 也失去了一个亲爱的一个朋友 当然从这个宗教的角度来讲 大师已经 部分的完成了 他在俗世世间的 人世间的这种使命 去了他应该去的地方 所以我们希望 这个大师的英魂 大师的精神 大师的英魂 在他去了的地方 继续地 以别的方式 来关照我们这个人间社会 我们也希望他的精神 他的书籍 他的言论 他的书法 能够持续地发挥着作用 为我们这个世界的和平 安宁 为人民的幸福 为全人类的福祉 发挥着作用 所以我用这样一个 简单的一个谈话 来表示 我对星云大师的敬意 和对这个佛光山的 众位法师们的思念 祝大家能够在星云大师的 这个祥光和智慧的 照耀之下 继续地发扬光大 大师的精神 继续地发扬佛教的精神 给我们的世界带来希望 带来和平 谢谢